直通事件月董辽宁 这里是直通事件区周末版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我们走进的城市是丹东市 近年来丹东市坚持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丹东大地日新月异 敞开胸怀开放发展 俯下身子 真抓实干 以建设在东北亚地区 有影响的国际化水平的 开放型城市为目标 丹东加大改革攻坚力度 着力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 打造辽宁和东北东部 对外开放新前沿 近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 同意丹东港口岸扩大开放 开放范围包括 大东港区63,926米岸线 共18个博位 丹东港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 和环渤海经济带的东段 是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 国际贸易商港 现有博位24个 以开放博位4个 丹东港口岸扩大开放 是丹东港不断拓展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 优化开放布局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一项重要举措 有利于丹东产业打通海上国际市场 为东北东部腹地企业 降本增效 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 也是贯彻落实辽港集团 融战略扩增量 补短板强服务 筑基础抓落实工作方针 助力辽港集团 打造世界一流强港的有效实践 接下来 丹东港将推进 口岸扩大开放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东北东部 最便捷出海口的区位优势 着力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开放合作 开辟新航线 拓展新业务 为服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充分释放沿边沿海优势 推动对外经济贸易 创新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在全省推动开放发展上 当排头兵做先锋 丹东责无旁贷 日前 丹东发布 丹东市复制推广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第五批改革创新经验工作方案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满足企业需求 激发市场活力 逐步构建与丹东市 开放型城市建设要求相适应的 新体制机制 方案明确 在全市范围内 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 改革创新经验20项 包括 构建政务诚信评价体系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正效企精准施测 促进高效就业新路径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改革 人房领域清单化信用管理新模式 一半店供电服务改革 云监管船舶监管新模式 出境原产地证书 信用监管签证模式 对外贸易公共检测平台 保税船公由出入库 五指化办理 编检零送单制度创新举措 银行开户先推后用模式 云税通智慧服务系统新机制 数字化档案管 网上办税再升级 税收优惠政策服务引导机制创新 打造外贸企业出口退税 全程便捷服务链 国有企业考核分配体系创新 混改促进制造服务转型升级 得泰控股国企混改创新升级 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新模式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案 审批告知承诺制 其中 政府职能转变领域五项 贸易便利化领域五项 金融创新领域一项 税收制度改革领域四项 国资国企改革及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四项 扩大开放领域一项 各相关部门将建立一对一解读制度 设置专人负责解读政策提供服务 着力为企业营造高效率低成本 无障碍的市场经营环境 围绕建设开放型创新型城市 幸福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 丹东牢固树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理念 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不断隐喻壮大新动能 丹东市坚持把科技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坚持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一起抓 加快推动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的创新型城市建设 数据里浓缩了丹东科技这十年 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4.7亿元 较2012年的1.07亿元增长了近四倍 目前丹东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71家 为2012年的6倍 总数排名全省第5位 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467家 总数排名全省第6位 备案邓灵 除英等新型科技企业总数达到69家 统计中 可见一个奋进中的丹东 近十年获得国家省科技奖励40项 其中 2020年 由丹东市企业参与的两项科技成果 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21年 基于传递现象构造的催化精流技术开发 及工程化应用项目 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是丹东市工业类项目首次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年来 围绕电子信息 新材料 仪器仪表 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 建设省级以上创新平台43个 总数位列全省第四位 2021年 丹东市被列为了 省政府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成效明显示 近年来 丹东在主体培育 载体建设 技术公关 资源聚集 生态营造等五件齐发 逐步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丹东市通过引导和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帮助科创企业打通科技研发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加强与域内外高校院所科技合作 联合开展科技公关 实质性产学研联盟数量已突破100家 有6家企业承担了国家重大仪器开发专项 先后组织企业申报并承担了 省级接绑挂帅科技公关项目17项 丹东市产业技术与育城中心建设 获批省科技厅重点支持的科技园区 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16个 成功引进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丹东分中心 国家仪器仪表元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丹东分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6个 为改革者进 为创新者强 为改革创新者胜 丹东打造创新平台 完善创业生态 激发企业活力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昂首走在打造创新型城市的道路上 后置创新生态圈不断优化创新环境 丹东正在发生智能化深刻变革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2020年 抖音直播带货快速崛起 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从越瞄准商机 毅然辞掉北京从事了八年的光伏发电设备销售工作 回到东港创办了领先农产品有限公司 并在抖音上注册了领先农场从越企业号 公司创办支出就两个人 账号粉丝不到一万 搞策划 拍视频 直播 打包发货等工作 都是从越亲力亲为 在从越的努力下 领先农场从越抖音号 已经两年蝉联草莓销售冠军 粉丝量突破20万 销售额从30万增长到70万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 都来源于从越对于商品的品质定位 平台的机制也是 你的品质越来越好 它会给你推更大的一个流量 这样才能走得长远 我觉得现在新媒体是一个发展趋势 我接下来是准备通过咱们 以咱们家乡农产品为契机 然后再扩展到全国 把我的品类给丰富一些 我们家做的国品代发 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 然后你像全网跟我们家 有合作的成规模的这种电商 应该是在30多家以上 像往年我们一天最多能够出1.3万单 也就是4万5千斤左右 然后预计今年的话会往年翻一番 除了草莓之外 丹东蓝莓 丹东软草牛桃 丹东的黄桃 铁壁狮子 我们都有在做 平均的话一天在8000单以上 也就是说一个月是在25万单左右 近10年来 东港市的电商产业 从单一的淘宝到京东 微信苏宁易购 再到如今的抖音快手小红书 从少量的特产单品到工业品 农产品旅游服务产品 全领域线上销售 可谓是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目前 在本地注册的电商企业中 个体工商户6600多户 各类电商平台注册企业 及个人用户1.5万多户 是2016年的30倍 电商从业人员约11万人 其中 涉农电商约10万人 2021年 东港市电商交易额 达58亿元 较2016年同比增长67% 电子商务已成为引领东港市 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 今年以来 丹东市工坚客南 全面提升项目建设进度 项目建设稳中向好 工业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就在近日 新一代智能变电站 正式开工 日前 全省首座220千伏 新一代智能变电站 丹东详平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正式开工建设 前期基础性设施建设 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为满足凤城市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用列需求 强化地区电网网架结构 提高供电可靠性 丹东工业公司于2018年正式启动 详平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言工作 作为国网公司18座新一代智能变电站4.1 丹东工业公司对详平工程有序实施 给予了高度重视 克服了多轮疫情等不利因素 科学有序推进详平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现已具备开工条件 下一步 丹东工业公司将严保工程进入 抓好必备手续和关键环节管控 倒排工期 集中力量打通工作中的难点读点 加快工程建设 强化正企协同 坚持政府主导属地配合 依法合规处理好站址 陷入通道问题 虽然气温持续走低 本环宽高速公路八公区 仍然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 他们吹响了年末施工冲刺号角 项目部多举措保障施工所需的 钢筋钢管等原材料及周转材料的供应 并在工地住宿区铺装了供暖管道 为员工及工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争取冬季降温不降效 高效有序地完成施工生产任务 八公区承担多条隧道施工任务 现双山子隧道出口左线套拱已完成 背沟隧道和大东沟隧道进展顺利 为确保半河站顺利建成和使用 在勘察选址和规划设计过程中 项目部多方面进行考虑 编制科学完整的建设方案 同步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目前现场各项施工任务有序开展 我们曾经的双山子隧道 已经具备进洞施工条件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在冬季上洞之前 全部做好所有施工准备 充分发挥挡电引领作用 凝聚力量大赶快上 确保年底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助推本环高速加速推进 创立于1996年的 凤城市瑞沃尔之一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为一体的 专业服装制造企业 也是作产产业加工龙头企业 近年来瑞沃尔公司不断转型升级 依托本地作产司资源丰富的优势 通过研发生产作产司系列产品 公司也由单一的代工模式 转入代工加自主品牌运营模式 逐渐打开国内外市场 瑞沃尔公司先后设立了 国家残丧产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工作站 鲁迅美术学院 作蚕丝产品研发设计实验室 通过与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 连续多年推出自主研发的 内胆由作蚕丝填充的高端滑雪服 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我们企业就是要利用 本地优势的卓山市资源 未来我们要与各个大专业校 进行合作 加大卓山市的产品开发 推广研发的力度 提升自主品牌的创新能力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今年以来 丹东通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 老旧小区改造等 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提挡升级 促进老城区功能优化 进一步完善新城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城市面貌 提升城市品质品味 丹东市聚焦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将信息化 智慧化 融入城市改造提升工程 小区居民梁荣恩退休前 是市政设计院的院长 永安花园小区的道路 排水 照明等配套工程 就是他的设计手笔 老人说 1999年小区刚建城时 他是骄傲地搬进了小区 一晃十几年 二十年过去了 这小区逐渐地 一个是四十老化了 一个是管理跟不上去 所以树 树不成形 路 路坑坑洼洼 下水堵塞 雨水排不出去 南气有时还供不上液 自来水有时经常就断水 见证这小区从当年的样板工程 到后来的陈旧落后 梁荣恩老人有着太多的话要说 如何加快实施旧小区更新改造 成为了永安花园小区 1366户居民共同的新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宜居任性智慧城市 立足以此 元宝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示范工程 确定把永安花园小区 打造成为智慧化旧改小区 全面提升小区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 84岁的梁荣恩决定参与到旧小区改造中区 作为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顾问 投入到新一轮改造规划过程中 换人一新的单元楼 整洁一新的环境 这些只是这次改造的起点 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 核心就是两个字 智慧 这个智能燃气表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个智慧和便捷 它可以实现自动上传 自动操表 在线支付 可以让老百姓逐步出户 缴纳咱们燃气费 那么其实这款智能燃气表 它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地方就是 当老年人的家中24小时之内 燃气使用量低于0.01立方米的时候 它会自动有一个预判 就是老人家中出现了异常 同时它会把这个情况在后端 自动地报告给社区的工作人员 同时也会报告给老人的子女 科技以人为本 在永安花园 智慧社区的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你比如说我身后的路灯板 它不仅具有广播 监控 电子屏幕等功能 更主要的是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它可以私人定制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路灯智慧平台 单独地控制我们的每一盏路灯 例如说我们的某一户业主 或者某一个老人 他因为是窗外的路灯 灯光较强的情况下 会影响到他个人休息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后台来单独地去调亮或者调暗我们的路灯的灯光 看完了私人定制的路灯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智能垃圾柜 它不仅可以进行垃圾的分类回收 而且它还可以累计积分 像我这样 我先来扫一个码 有选择的进行垃圾投放 完成了垃圾投放之后 就可以完成积分的累计了 那到时候我就可以去兑换 诸如香皂洗衣液这样的生活用品了 改造之后融入了智慧元素 为居民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以安全系数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让居民获得了安全感 居民住的舒心和安心 伴随着智慧路灯 可视对讲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车辆识别管理系统 智能垃圾箱 充电桩 智慧养老等智慧化设施 一一安装完毕 智慧元素的融入 为居民带来更便捷 更智慧的生活 也实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 采取更多惠民声 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的工作目标 我们把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暖心的惠民工程来抓 智慧安防 智慧家居 智慧物馆等智慧化体系建设 为旧改工作 提挡 为小区运营增值 为居民生活天才 牢记初心使命 坚守人民情怀 以更大力度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让现代化建设 更多 更好 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以上就是今天直通事件区 周末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顿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下期视频